哈喽大家好 我是夏正会 你的人行故事记 这个中国传统社会啊 皇帝呢一家多大啊 这个唯一人说了算权力太大了 所以呢不少人对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呢 就非常感兴趣啊 但是呢说实话啊 真正能当皇上的人太少了啊 就就那么几百万人啊 这个既然我当不上皇上呢 好多人呢就退而求其次 我当个权臣吧啊 大权独了 这么着也行啊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事 所以呢为了大权独了呢 也发生了好多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 尤其是在这个新皇继位 新皇继位之后要换一批这个所谓身边的力量啊 就容易发生所谓政变 尤其是这个皇上呢 他要是充灵之主 就是岁数很小就登基了 那这种事就太多了啊 这个不死俩人呢 估计这事过不去 今天呢咱们就讲这么一个政变啊 这么这么一场政变呢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走向 这场政变呢 就叫新有政变 新有政变呢 发生在公元1861年 咸丰清咸丰十一年啊 这场政变也叫奇祥政变 为什么叫奇祥政变呢 之后咱再说 这个1861年这个年份啊 熟悉历史的朋友 应该非常熟悉啊 这个是他之前的一年 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叫耻辱年 1860年的时候呢 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啊 一把火把这个圆明园给烧了啊 然后这个贤宫皇帝就带着一帮什么妃子呀 亲亲大臣呀 就仓皇的就到这个城市庇库山招去了 说是北寿啊 其实就是逃亡啊 在北京城呢 把自己的弟弟啊 公亲王一心留下来啊 所谓呢 你这个给你全权处理这个北京十一吧 其实就让他去擦屁股去啊 这个城这个贤宫皇就跑了 来到这个承德以后的贤宫皇上呢 这个身体一见就垮了 说实话 这贤宫皇上挺不容易的 登基十多年啊 这没一天消停啊 但是就算是这个身体垮了呢 也不妨碍他跟一个叫丽妃 俩人就鬼混 甚至于说呢 这皇上在那披折子的时候 都跟丽妃陪着 咱说实话啊 清代虽然说后军不得干政 但是呢 这个后公后妃陪着皇上一起批折的 这种事还是有的啊 这不能说甄嬛传全是瞎变 这事还是有的啊 康宫前都这么干了 但是这个贤宫干的有点过分了 他不光是让他陪着 对吧 我身边有个妞陪着 我这也挺好 是不是 但是他还让其中有一个叫义贵妃的啊 在那批揍着 这就太过分了 虽然说批的呢 都是所谓的请安者啊 这皇上你好吗 这很好 这咱就一般是说这个啊 没什么实际的运处啊 请安者 但是你这玩意儿 这东西他时间长了 他难免他会看见别的有重要事的折子 是不是 哪些流中了 哪些这个发军机处了 对不对 而且这玩意儿 他会让人的权力的心思 一下就上来 而且您再这么想 人家这个义贵妃也是个女人 皇帝是他唯一的男人 对吧 我跟这批折的 您旁边跟那是吧 你弄我弄 这谁受不了啊 这个义贵妃呢 就是之后的慈禹太后 皇帝这么干 明显这已经是违反 特别违反组治了 这大臣们能不管吗 当然管了 其中呢 有一个大臣管了最凶 这人呢 叫苏顺 这个苏顺呢 在加杭六 他的祖上啊 是正亲王 是所谓这个清初这个铁帽的王之一 正亲王 吉尔哈朗啊 他是这么一阵的 他在加杭六 肯定是不能继承这个正亲王的这个头衔了啊 这是他的大哥啊 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端华 继承了这个头衔 苏顺这个人呢 在整本咸丰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可以说啊 我看起来啊 他有那么一点像张庭玉啊 有那么一点啊 他不会和他张庭玉的这么大的权力啊 他有那么一点像张庭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是咸丰皇子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会儿在承德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 首席的军机首辅大臣啊 再加上这个户部尚书 什么概念呢 军机首辅大臣相当于成将 但是不能这么说啊 相当于这么个意思 文官之首 领事卫内大臣 负责整个皇家的安保 又文又武 等于说在承德 除了咸丰 就是苏顺 这个苏顺呢 当了这么多年官 以这个叫手段残忍为名 啊 这确实是手段非常残忍 你看在他的手下 什么科长案啊 户目的叫宝超案啊 层出不凶啊 这个在中间 那么多涉及的官员 除了没死 什么罪都受了啊 包括咱之前说的这个齐英啊 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前任的梁广祖都齐英 就是在这个苏顺的弹劾之下 被杀的 后来这个光绪皇帝的老师 翁同和 翁同和在爹啊 也是因为苏顺 倒的没啊 这个非常惨 他的官员当中的口碑特别的不好 除了他身边什么端华呀 宰员呀 就除了这么这么几个人之外 口碑特别不好 您说这大臣口碑不好也就算了 对吧 您这个整个满人都恨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满人啊 其实是这个大清的一个基本盘 一般来说啊 谁都知道满人这会儿 已经是上不了马 拉不开工 对吧 不能用了 但是呢 历代的皇帝对待满人 都是缓缓而至 没有说明目张胆的去整治满人的 对吧 肃顺部件 明目张胆的整治满人 什么不发钱呀 降这个薪水呀 就干这些事 而且呢 他特别重用汉人 这件事在满人当中特别引起不满 重用汉人 像什么曾国藩呀 李鸿章啊 这个左宗棠啊 都是肃顺一手提拔上来的 虽然这满人不能用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你知道吧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你把这整份基本盘都给得罪了 但是也因为如此 再加上宋顺本身是一个 我总结叫极端民族主义者啊 这反对一切洋人事务啊 主张跟洋人抢勇 而跟洋人要开战 所以呢 他在民间的口碑特别好 老百姓都支持他啊 这个老百姓一听这个什么呢 要反洋人 那谁反洋人 谁爱国呀 对吧 那肯定就支持他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咸丰皇帝也有点什么呢 叫民心可用 这么一个意思 就一直重用宿顺 宿顺也因为这个咸丰 一路走到这个权臣巅峰的这么一个道路 但是谁都明白 这也就是咸丰在 咸丰但凡一出事 一辞 宿顺他估计就得被这些大臣 都给分为实质啊 就到这么一份了 那您说宿顺 权力这么大 这么一个权力狂啊 看着一个后妃跟着干招 能忍得了吗 你这个而且这后妃这义贵妃以后的慈禧什么人啊 是不是 她是皇上唯一的孩子的生母 什么意思呢 万一这个咸丰皇帝死了 也甭万一肯定得死 而且就快了 身体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人都楼了啊 就这么一个程度 皇上一死就得是这个孩子登基 因为他已经来不及生下一个了 对吧 那这个母凭子贵啊 这小皇帝一登基 这个妈妈那就是皇后啊 就太后了呀 对不对 那你这个太后又又干政 是不是 那你这个对宿顺多少就会有威胁 于是呢 宿顺就找到这个咸丰 跟咸丰就嘀咕 人家不能再让他怎么干了 皇上你这个微凡组治 咸丰啊 这会儿已经皮了啊 瘦了十年罪 是吧 一登基的时候 这个有太平天国啊 然后呢 地方上各种叛乱 后来英法爷联军又来了 你桌子啊 家伙谁也受不了啊 铁打的他也皮了 对吧 这会儿 哎得了 宿顺你也别跟我说了 是不是 我就让他看个请安折 挺好 宿顺一看这个皇上这儿 那没招了 那我怎么办啊 就找皇后去了 毕竟在后宫啊 皇后就是皇上啊 说了算 这个找到皇后之后呢 就跟皇后说 皇后您放心啊 我呀 只认您一个皇后 是不是 言外之意呢 就是我不认 以后这个新皇帝的生母慈禧 当时是义贵妃啊 那个就跟皇后就暗示了 要不然您看看 是不是让皇上 把这个皇子过继给您 对吧 作用一来 他登基之后 您就唯一的皇后啊 对吧 那这义贵妃 就让他当一个贵太妃就完了 是不是 别让他也当皇后啊 就反复暗示这种事 这个皇后呢 比较心思守稳啊 而且他 之后咱会说 他跟慈禧关系特别好啊 这个比较心思守稳 听了呢 也就听了 哼哼哒哒哒 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是甭管怎么着吧 这事早晚能传到慈禧 义贵妃的耳术里头 这俩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慈禧听说这个 这个肃顺这么贬低自己 那肯定也不能坐以待毙吧 对吧 他也明白 这肃顺啊 与他现在的地位 皇帝驾崩之后 他肯定是辅政大臣 而且是首辅大臣 他要是首辅大臣呢 那么大的权力 保不齐 就真会把自己给废了 所以他得想想办法啊 慈禧在这方面属于是无师自通啊 从小说这心计就特别深啊 他知道这皇上已经指不上了 而且自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得宠了 跟皇上说不上话了 那怎么办呢 找皇后啊 天天就找皇后 跟皇后就哭 哎呦 姐姐呦 其实他比慈禧算是大啊 哎呦 姐姐 你可不知道啊 咱们皇上现在身子越来越差了 天天跟这立非鬼混啊 这么下去打清国怎么办啊 哇 这开始哭 这个慈禧一看 呦 这慈禧不像肃顺说的那样啊 这真心为皇上好啊 这些听听吧 看看慈禧有没有什么主意 慈禧就跟皇后说 哎呦 您得规劝皇上啊 皇上就听你的 你得跟他说呀 别再跟这立非鬼混了 你瞅瞅这个 又从这皇上身边拿出这立非的这个手卷了 都在哪 反正一大堆事 都都都都都都 您说吧 这个肃顺 他不能天天见着皇后吧 这慈禧不一样 他天天跟皇后吊着呀 对吧 你天天跟皇后身边说 皇后呢 慢慢就觉得 这慈禧是真心为皇上好啊 不是那种私心特多的人 这肃顺肯定是骗了他 而且呢 这慈禧挺有主意啊 这个慢慢就给这个慈安养成一个习惯 就什么事 我都觉得慈禧说的对 我都得听慈禧的 慢慢养成这么一习惯 这慈禧搞定皇后那不够啊 对吧 最重要的是得搞定皇上 但是皇上搞不定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搞定下一段皇上 当时呢 这个小皇子 宰春 未来的同志皇帝宰春 这个那会儿已经快六岁了 按照这个清朝的规定呢 要开始上学了 你得请老师啊 你得请帝师啊 这个慈禧就通过慈安 向皇帝建议 让这个李洪早 当世红武 李洪早入朝 给这个皇帝当老师 这个李洪早啊 也是 说实话 他也是属于是官场之人 对吧 这事一眼就看明白 谁在后头是幕后推手 对吧 他就对慈禧感恩戴德 于是呢 他就接受了慈禧的一些暗示 比如说什么呢 就天天给这个小皇帝灌输 什么以孝之天下呀 因为这个清朝以孝之天下 这个孝之呀 你只有一个妈呀 对吧 你妈对你最好啊 一定要孝之你妈呀 就天天灌输这种事 什么意思呢 以后你要当了皇上 你妈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啊 他也是太后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俩人都搞定了 其实说实话还是不够 慈禧也明白 这里头这个肃顺不除啊 保不齐以后真怎么着 所以还是得想着把肃顺除了 但是这个肃顺之前咱也说了 文官之首 他要负责安保 你要搞定他 不是你两个妇人能做到的 你得有外援呀 对吧 但是他负责安保 你说你这个求援信 怎么怎么怎么低出去呢 哎 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就出场了 谁呀 小安子 安德海 之前咱聊安德海之死那期啊 我都说过这小安德他为什么这么得宠啊 除了他会来事之外 他在这个新有政变 骑乡政变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来了 有一天呢 这慈禧回宫 看见小安德跟那正调戏 这个皇后身边的长治宫女啊 这个皇后身边宫女里面啊 地位最高的人啊 也是奇人 而且是一个官职很高人家的一个闺女 这个出路以后非常好 在后宫除了皇后以外 谁都怕的啊 就这么一个角色 连慈禧都得净了三分 这小安德正跟那调戏的呢 你又怎么着 跟我对个十啊 什么就就就就争作用的 慈禧一看 哈家伙给气的啊 直接打了二十板子 还不还不够啊 让他去北京的内务府领发 而且要严惩 其实这就是苦肉计 除了安德海 谁都不知道 慈禧秘秘给安德海了一封密信 让他回去想办法交给宫亲王一新 安德海到北京城之后呢 没直接去找一新啊 找了一个叫文祥的军级大臣 这个文祥啊 是公亲王的密友 这安德海把信给他 说你一定要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公亲王 谁都不能经手 天大的事 这是 这文祥不敢怠慢 把这信就给公亲王一新了 一新看着这个信里的写的是什么 之后咱再说 这个除掉宋顺这事啊 说实话也是一新的目标 也是他的一个目标 这个公亲王小六的一新 他什么叫小六的呢 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 是这个咸丰皇上的弟弟啊 当年呢 在道光临去世之前啊 他是很有希望能继承大组的 只不过呢 他这哥哥呀 命好啊 再加上有一点什么 这机缘巧合 有一点老师在背后作用啊 咱们这个看来这个老师很重要啊 这个有这么一些作用 所以这个道光呢 就把这皇位给了这个 这个咸丰 没给这个老六 但是而且这个老六啊 在整个的这个咸丰朝过的都不好啊 咸丰皇帝开始对他是又用又防 后来干脆是指防不用啊 所以呢 虽然他没有说像雍正是那么狠 直接给他弄死 他也没那个胆给他弄死 主要是 他在这个公亲王一新 在朝中的威望还是很高的啊 但是呢 你始终不能到这个政治的核心圈的 只有说流丑北京城 这种擦屁股的烂事能指望他 所以这公亲王也明白 如果这个宿顺不除啊 你就算是我哥哥死了 我也进不到这个政治核心圈子里头 所以他也想除掉宿顺 就在这个时候啊 噩耗传来 咸丰驾崩了啊 咸丰驾崩之前呢 做了一系列的政治部署 其中呢 就把这个宿顺啊 什么端华呀 宰元呀 还有其他八个人 被定为叫顾命大臣啊 这顾命大臣的意思就是 你们要辅佐小皇帝啊 好好的 但是呢 这个顾命大臣一般来说造反的多 他也明白啊 这个清朝就有啊 你像这个敖拜当年就是差点 差点造反啊 是吧 这个索尼都没摁住他啊 你想想这事 这个皇帝们嘛 那都对自己的家事非常了解 所以就要想办法控制这个顾命大臣 怎么办呢 这会儿他就聪明了 给了这个皇后和仪贵妃 一人一张印啊 一个叫玉赏印 一个叫同道堂印 这两张印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辅政大臣带皇帝下旨之后 盖了个章啊 替皇帝盖章 必须要有玉赏印和同道堂印 同时摁在上面 这封圣旨才能生效 避免说肃顺真有一天 皇上你下来了 我自己来吧 啪 赶一张 那不麻烦了吧 好家伙 就做了这么一个政治规划 双方互相制约 但是呢 在这个制约的过程当中啊 没有把这个公亲王一新算进来 在北京的公亲王知道这个哥哥死了 反正也来不及伤心了 估计他也不伤心 对吧 这个直接就要求要到这个承德去看看啊 去掉下去 肃顺能让他来吗 您琢磨 肯定不能让他来啊 他来是为了什么 为了探听虚实的 对吧 我多明白啊 你就得等我回北京之后 我慢慢收拾你 这才行呢 对吧 绝对不能让这个公亲王一新到成哥过来 啊 但是你是这个 这个你不能明说呀 你来调个笑 给我哥哥上坟 这都不行吗 北京事太忙 你好好的先忙北京的事 以后等这个灵鹫回北京之后 你好好哭 好不好 就拿这种事搪塞他 这个事呢 就被慈禧知道了 慈禧知道之后就开始做文章 开始跟这个慈安就说了 你看这个 我说什么来着 苏氏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吧 啊 这个不让咱们的六叔来啊 这苏老六什么意思呢 告诉天下人 皇帝啊 先皇跟这个他的六弟不合 连死了都不能来吊笑来 对吧 咱们这个皇上 咱们原来这个皇上谁都知道 是不是 这个跟他六叔关系多好啊 对吧 这个俩人这个兄友弟公呢 是不是这个没有那么那么大的事 这个皇上先皇说了 这个他这六弟是最好的弟弟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啊 苏顺这个人 不臣之心已现啊 是不是 咱你得让这个六叔来啊 对吧 六叔来了才说明 这皇帝跟他关系好 是吧 才能消除天下的一些谣言 这慈安一听 这会早就这个已经言听计从了 那行吧 就跟苏顺说 你必须得让我六叔来 对吧 要不然的话 你这跟天下人说 这个先皇跟六叔关系不好 这哪行啊 是不是 这有辱先皇的圣经 这苏顺也没招 太后说话了 那我得听啊 就让这宫心王一心来了 宫心王一心来了之后呢 特别的低调 除了哭丧之外啊 什么事都不干 这一下呢 苏顺也稍微放心了点 说话要搁前几年的苏顺啊 肯定不放心 肯定来都不会来 铁着脸就给回绝了 这会儿苏顺大权在握 时间已经很长了 而仗着手里头又有所谓皇帝的遗诏 哎 这会儿的满脑的响的都是我回到北京城之后 我应该怎么怎么享受 我应该怎么怎么扩大权力 我得整谁 满脑的响的都是这点事 所以呢 他这会儿说实话有点飘了 还记得之前说过的那封密信吗 啊 那封密信 这封密信这会儿发挥作用 这封密信啊 实际上就是慈禧跟一新的一个谈判的一个交易 他同意 他想支持一新出山啊 想帮助一新除掉肃顺都可以 但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恢复垂帘听政啊 这是他的一个政治诉求 一新呢 说实话当时也是为了自己考虑啊 没有慈禧慈安啊 说实话 他弄掉这个肃顺 明不正言不顺啊 很多政令你没法自己发呀 对吧 那你要自己发那就是造反 你得借助他们俩人力 所以呢 也就认头了 他没想到后来事闹得那么大啊 所以这个一新就吩咐这个文详啊 在北京的大臣当中啊 就开始暗示 暗示呢 要让大臣们上折子啊 说是废除这个辅政制度 恢复这个垂帘听政的这么一个制度 在这个暗示之下 就有着胆大的啊 就向承诺写了一封折子 意思呢 就是辅成大臣不要有了啊 让这个太后垂帘吧 这苏顺哪能干啊 是不是 拿了这折子一看好 当庭就开始大发雷霆啊 开始破口大骂 小皇上开始在那 小皇上那会儿刚六岁 好家伙给吓得直接吓尿 慈禧一看 机会来了 回宫就跟这个慈安太后说 你看看姐姐 我说什么来着 他今天能把小皇上给吓尿了 明天就能肘折 把小皇上给废了 是不是 这不臣之心已现啊 说两回了 不臣之心已现啊 咱们得弄他呀 是不是 慈安姐伙也很生气啊 慈安对这孩子也好 而且他知道你这皇上这个玩意 你能这么跟皇上说话吗 非常生气 于是这俩人呢 就终于统一了战线 只带义心的到来 这个义心啊 来到承德之后 你看 我得找机会见见我这个嫂子呀 嫂子门呀 请安去吧 毕竟我嫂子现在是寡妇了 是不是 但是请安呢 时间不会太长 时间长了容易让人起疑心啊 磕磕头 说两句就得走啊 所以仨人很快 也没废话 你这磕道话都没有啊 直接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啊 首先第一 回北京之前 速顺回北京之前 一定要弄掉他 为什么 他一回北京啊 他这个手里拿着皇上一登基 拿着这个先皇遗诏 一说 唐阳唐一说 我这个俯成大臣啊 这首佛啊 我这厉害了 一说 名分已定 你再出他这非净了 第二 慈禧跟慈安一定要想一个招 比 这个速顺早一步带着皇上回北京 为什么呢 邪天子已定复臣 对吧 我手里有皇上 万一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那我手里有皇上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第三 你想除掉这个速顺 光靠门的不行 你得来武的 得密调人 带着兵 把这个承德 帮我把速顺这帮人给围起来 找谁呢 七弟一宣 未来光绪皇帝的生父 还有一个兵部侍郎 叫圣保 这个圣保的故事呢 以后咱们可以展开说说 挺有意思的 号称年庚摇地儿啊 不是能打啊 是啥啊 年庚摇地儿 这个也被人叫做拜保啊 这个之后咱们再说 能够怎么着吧 这仨人正密谋呢 密谋之际 这苏顺干嘛呢 这苏顺有没有莫马力兵啊 没有 他正幻想着回北京以后 怎么幸福的生活 这也很正常 对吧 我手里有皇帝的遗诏 我身边有这么几个 两个铁帽的亲郎支持我 是吧 我还怕什么呀 我只等回北京 我就大全 我就大全独揽了 是不是 还把这个 甚至把他自己在承德市里的 两个小妾给调到了这个 自己身边 就是灵鹫边上 在那小屋的里头 就跟那天天晚上夜夜升歌 跟那双飞 这都处于大秘之不道 这种局面在苏顺看来 那我已经胜存在握了 上出 这个咱们得定新年号 这个新年号叫什么呢 叫奇祥 意思就是所有事都安详了 就都奇祥了 所以这个新有政变 也叫奇祥政变 话说回来 这个宫亲王一新 为了不让苏顺起疑心 这个就没待两天 就回北京了 苏顺一看宫亲王走了 那得了 那咱们也回去吧 也准备带着灵鹫起家回京 在起家回京走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慈禧跟慈安就说 哎呀 我们得带着小皇帝先回北京 为什么先回北京呢 我们得准备一下登基大典 对吧 得让小皇帝 小六岁 就让他学一下 是不是 人家哭了尿了怎么办呀 对吧 诉论一听 那行吧 你回去吧 但是呢 也没完全忘记 派了手下两个人 也就是之前咱说的 这个端华和这个载园 两个人跟着 所谓跟着就是监视 一块回北京 这个花开两朵 咱各表一支啊 这个故事非常紧凑啊 我一张嘴难言两家事啊 在这个一心还没到北京 这个大部队都没回来的时候 北京城也没闲着啊 北京城没闲着 怎么呢 这个文祥啊 就是这个一心的密友文祥 他呢 就在北京开始大肆宣传 诉论把小皇帝下庙子的这个事 这您想留在北京的大臣都什么人 是不是逃命的时候都没带上 那真是人嫌狗不带人呢 对吧 这帮大臣本来就跟苏顺不对 一听好家伙 什么玩意啊 把咱们这个皇上给给给给下尿了 您这大逆不道啊 不行 咱们得想着说 谁把苏顺弄了呀 弄了苏顺谁来主政啊 那肯定是公亲王啊 请公亲王出山啊 于是在北京城 公亲王的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公亲王还密调蒙古王森格林沁 带兵进驻北京城 负责北京的城防 慈禧一行 先行回北京之后 就马上开始准备这个政变的事 第一步就是派人把这个宰员跟端华两个人的家给包围了 切断他们和苏顺所有的书信党来 同时呢 让这个七爷义宣 还有盛王去调校啊 这盛王也是满人啊 说实话 也沾点亲带点雾 也是满人 要去调校 这会儿呢 这个盛宝啊 是负责平甘肃的一个回乱啊 这个反正地方上那会乱很多 是这盛宝去平的 老打白杖 所以叫拜宝 您知道吧 这个别人给他起的 啊 他您说一平乱的一个将领 那他这个带点兵去不很正常吗 带了五百勤兵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二话不说 就把这个苏顺给逮起来了 据说逮起来的时候 这个苏顺正跟两个小切 啪啪的 在北京的这个端华呀 载员呀 一看这好几天没有苏顺的消息 知道坏事了 对吧 再派人出去一看 好家都被包围了 那也完了 完了这会儿 是吧 我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啊 再说了 包围我什么三个邻亲的人 三个邻亲除了打不过英国人 法国人 谁打不过他呀 内战还是很内行的嘛 对吧 这个这一看那得了 那就准备束手就擒吧 所以很快他们俩也被控制住了 这仨人一被控制住了 那中国人都都知道 下一步要干嘛了 先抄架 对吧 先把你们家钱都先收回来 手了力以后 你们家的子女有资本造反 对吧 先抄架 这一抄架 不要紧 从这个苏顺家里头呢 就抄出了一堆书信 都是跟他们这么多年来 跟手下那些封疆大吏 那些官员往来的书信 这一查出问题了 这些书信里头呀 有好多所谓大逆不道的言论 咱是说实话 这些大逆不道 在咱们今天看来都无所谓 对吧 您这个平时发个朋友圈啊 发个什么不连的吐槽 吐槽单位的事吗 他们也一样 就吐槽一下皇上 就是皇上嫂了 这事 好家伙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哟 就是皇上这招可不行 就他们就讨论这种事 但是这种事在当年 那是死罪啊 对吧 所以他这个东西一出 好家伙所有人都真心慌慌的 肃顺掌权这么多年 跟谁没个来往啊 跟谁没写信啊 对不对 所有人都在琢磨 我写没写 我写什么 我说什么了 都开始琢磨这事 而且您想 肃顺手下 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这帮人在前线还打仗呢 而手里带着兵 这听说肃顺被逮了 万一杀一回马枪过来 那说保姆齐的事都是 这时候 公亲王干了一招 特别漂亮的事 把这信给烧了 对外宣称 我可没看啊 我不知道这信里写的是什么 实际上砍没砍 只有他知道啊 我可没看 我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 咱们救生论事 肃顺的罪 在他一个人 跟所有人都没关系 他就大逆不道 对吧 对皇帝不敬 所以这才杀着呢 跟你们都没关系啊 这一项人心算是基本稳定了 所以说啊 在这个新有政变的时候 实际上北京城是特别太平的 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那种 所谓什么兵荒马乱 完全没有 因为这几个人已经商量完了 对吧 就是这个所有的步骤 都细节 商量都很明确了 就是直接下手干就行 那边又完全没有准备 直接被打理个措手不及 所以在北京城 所有人都在讨论什么呢 很多记载 我看啊 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怎么苏顺家被抄了 看来抄能出事了 但是什么兵荒马乱 任何事都没发生 只是老百姓之间稍微传了传 仅此而已 出事结果吧 这个苏顺那甭说了 斩手 气势啊 而且他死得特惨 斩他的时候 那个刀啊 不是砍下去的 是切下去的 那柜的手 拿着这个刀 拿着刀架在这个手这个位置 把他脑袋拎起来之后 哎 往下这么一切 生把脑袋给切下去的 那您琢磨 这好家伙 哎 反正切下去之前 故意得腾一阵啊 是吧 这个刀没那么快 还有俩人呢 这个端华跟这个载元啊 俩铁帽的王啊 一个是宜亲王 就是这个雍正爷的十三弟 宜亲王的子孙 也没好下场 一人刺了一根白领 商调自杀了 所以啊 这铁帽的王在这个大清朝 那是真的一点都不铁啊 一场政变就这么结束了 这么一来啊 这个晚清的局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我说 这是左右中国历史走向啊 他真是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本来是顾命八大臣 跟这个两宫太后 互相牵制 两宫太后在幕后 这一下两宫太后走到前面来了 说是两宫 其实谁都知道 就是西边的说了算 当时管慈禧叫西边的 慈安叫东边的 就是西边的说了算 很多人就说啊 这一下这个慈禧就上了政治舞台 大清朝呢 就加加速了灭亡 其实我看啊 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就这结果来说啊 政变不可避免 晚发生不如早发生 这个一旦速顺坐已经坐定了啊 他这位置已定 他已经是首辅了 你这会儿再政变 好家伙 那就不止死仨人了 对吧 所以还不如早点发生 死仨人挺好 大家也都平安过关啊 然后呢 以速顺的这个德行 他一旦掌了权 心狠手辣 没人管得了了 那这一下在朝中 必然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都保不齐 保不齐这个老六啊 也得提前死 而且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之前也介绍了 这个速顺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主张不与洋人一切接触啊 那您说这种人 他上台之后 怎么可能搞所谓洋务运动呢 绝对不可能 所以啊 我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啊 但是咱说实话 假设历史挺好玩啊 我估计速顺是真上台 那中国很有可能 首先第一提前面王 第二呢 很有可能就彻底被瓜分 然后呢 称殖民地都保不齐 这些事 我觉得可能都保不齐 哎呀 这个话说回来啊 整个新有政变呀 特别复杂 中间好多事 我没展开说 以后有机会咱们好好细致 把里面好多小故事讲讲 各有意思 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呢 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导致的 但是我觉得在众多原因里头 有一个是可能被大家忽略的 就是咸风皇帝 咸风皇帝在临死之前 所谓的那个政治遗嘱里面 没有他弟弟公亲王一心 这是一招特别臭的棋 可能是他当时稍微小心眼那么一笑 你这个公亲王一心 就是家里的大象 对吧 我家里明明有一只大象 我假装没看见 折哪行啊 你这不请等着他造反的吗 仔细不找他 他都得自己想折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一定要把他安排在里面 然后踏踏实实的让他安排一个小角色 就跟那个说来想起来 二战后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让苏联加入这个联合国 就是因为你在我这个游戏框架之下 我好控制你 你如果不在 那保不齐你干出什么事了 这一下公亲王没进来 保不齐 这一下就争辩了 对吧 所以说呀 咱们不能不说呀 这个在极权者 在这个独裁者眼中 什么威胁 什么外界的威胁 什么这个外国的威胁 都不交事啊 最大的威胁就是我身边的人 尤其是我的亲戚 这是最大的威胁 至于什么老百姓啊 什么国家安危 民族大义 那是骗人 用来收买人心的 千万不要信统治者说 他为老百姓好 为老百姓服务 对吧 因为这种事就是骗老百姓的 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保住自己那张椅子 没有比这件事再重要的事了 对吧 关于这个新有政变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心顾忌